1843年,博物学家爱德华·福布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 他把深度超过550米的海洋地带称为无生命带 这个理论也会被称为深渊理论 他认为,随着深度的下降,生物的密度也会慢慢降低 到达550米这个深度极限时,生物的密度将会彻底清零 变成一片彻底死地的无生命地区 以目前的人类认知来讲,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的探测器可以轻松下降到深海3万米的距离 即便是最惊险的马里纳亚海沟 仍然存在着许多种形式的生命 对于海洋的深度层次有一个分类 海洋表面200米以内为日光区或者也叫做透光区 这是一些需要光合作用的浮游生物的主要活动区 里面包括不限于甲枣、硅枣、蓝枣、银枣等等 小如介子的单细胞生物 同时它们也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中间力量 依靠这些不其耳的小东西 以后养育了整个海洋的生态网 大约有4%的海洋生物居住在这个层面 水下超过200米就已经被认为是深海 200到1000米这种纪律被称为暮光区 这片区域阳光非常稀薄 只有1%甚至更少 在深渊理论中 这个层级已经达到了生命的禁区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 这里不仅不是一个生命的禁区 反而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繁荣 如你所见这群发光的带鱼 便是深海繁荣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这是一种极致梦幻的海洋生物 它们身上的鸟漂亮晶体 会折射出极致绚丽的光 游动起来似是一把把修饰的利剑 在寂静的夜空下划破黑暗 这是一种居住在深海的带鱼 高崎带鱼 也被叫做白带鱼 一般会生活在水下100到350米之间 人们目前确定了有45种带鱼 这些带鱼广泛分布于全球的 各个热带亚热带海域 身体颜色大小 生活的深度也不尽相同 最深的带鱼可以下潜到海洋的1500米左右 甚至在2000米的深度 也有被发现过的记录 这种鱼的身上并没有鳞片 而是依赖一些细小的晶体结构 所产出的一些结构色 虽然没有色素 但是却可以产生不同颜色的光 而且时常会呈现出科幻风格的金属色泽 许多生物比如被类的甲壳和珍珠 蝴蝶的翅膀 蜂鸟和孔雀的羽毛 都是运用的这种物理着色的风格 用显微镜放大后就会看见 其实是一些精密排布的细小晶体 在不同的角度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这类结构对光的折射是非常强的 20摄氏度的水对可见光的折射率为1.33 而带鱼身上的鸟票链 对光的折射率则为1.628到1.724 比玻璃水和冰的折射率要高出许多 生命体制中使自己身体变得银白的现象 叫做银化效应 不仅可以让自己穿上一层未来风格的金属迷彩 更多的是 它们可以依靠这种外在条件来规避补食者 它们的身体会像是一面垂直的镜子 可以做到在侧面角度观察 几乎完全不可见 这种防御策略叫做镜面化 也就是将自己的身体表面镜面化 将光线原路返环回去 类似于有一些视频里所提及的隐形衣 许多鱼类比如斧头鱼 沙丁鱼 飞鱼等等都在使用这种策略 并且在海洋的更上层 这种策略是100米水深上下的鱼类的主流隐匿策略 但是尽管这些带鱼的防御堪称完美 可以做到深海隐身 仍然不可避免的会被人类当成大餐 高级带鱼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商业鱼类 仅2009年全球被捕获的高级带鱼就有超过130万吨 而之所以它们住在深海仍然会被捕捞 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独特的迁徙特性 垂直迁徙 和其他陆生动物季节性的南北迁徙不同 海洋世界在每天的周夜交替都会发生大规模的迁徙活动 而且是全球最大规模 这种迁徙活动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捉迷藏游戏 在傍晚 暮光区的海洋生物会向上迁移 移动到更上层接近海面的日光区 参与迁徙的部队包括许多鱼类 甲鞘类 投足类等居住在深海的生物 也有一些长相奇特的远古生物 比如各种形态 各种颜色的水母 连成一排的管水母 遵海峭 或者散发着荧光的治水母等等 古人说人为踩死 鸟为食王 这些深海生物向上迁徙的目的主要也是为了食物 居住在下层的许多微小生物 饶族类也会在这个阶段向上迁移 它们需要去上层捕食更小的单细胞生物 夜晚便是这群海洋生物的九神的狂欢 它们可以跑到海面上纵情九四 或者是在繁衍本能的驱动下 开展一场又一场的生命之欢 到了四日清晨天色微亮之前 这些生物又会集体下沉返回更深的深水区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会避开很多在白天活跃的上层捕食者 不过这种策略只能针对于它们进化版本持平的不是这 对于那些领先了很多个版本的智人来说 任何的策略都是徒劳 绝对的文明便是绝对的女啊 不管干性与否 它们也只能成为人类世界金板上的肥肉 被捕捞后这些鱼类就会失去它们生前的色彩 因为肌肉在完全放松后 它们身体上的鸟漂亮晶体就会失去原本的结构 然后就会呈现出一种惨淡的白色 如果是黑色的待遇 则是一种特败的黑 总之不管哪一个颜色失去了生机之后 它们就会由一种灵活的生命形态 转化为一种僵硬的物质形态 不管生前如何的美丽 在死亡之后也只能变成一堆等待被分解的蛋白质 是生命的力量让物质变得灵动且鲜活 而死亡的力量又会让鲜活与精彩 回归到一片永恒的萧瑟与黯然